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已经可以组成一支11人的球队了 而今天凌晨他们终于迎来这个休赛期的两个新人 他们都是来自尤文图斯的球员 分别是卡尔达拉和伊瓜因 代价就是伯努奇回归尤文镇中 看来这次的米兰终于迎来他们封献的真名天子了 虽然伊瓜因在世界杯的表现非常的一般 但是上个赛季他依然打进了23个进球和7个助攻 虽然身后没有了迪巴拉 但是恰尔汉奥鲁也是一位组织的高手 这使得下赛季米兰的有了更强的竞争力 毕竟下赛季的米兰还要征战欧年杯的赛事 他们的阵容必须更加的厚实 而交易的另一方 尤文图斯则是动作更加的大 他们显示引进了世界最好的足球运动员之一的C罗 虽然他们花费了1亿欧元的代价 引进了C罗 但是C罗给他们带去的商业效益远远不止1亿欧元 从世界杯的表现和他上赛季的表现来看 33岁的C罗并没有明显的下滑迹象 而尤文下赛季的目标肯定 就不仅仅是一甲冠军了 而从目前看来 尤文在一甲的统治力 还是依旧存在的 加上波努席的回归 下赛季尤文的防守只会更加的稳固 毕竟波努席融入尤文 并不需要什么时间 另一支的传统豪门国际米兰 在冲冠欧冠行列 以后更是没有闲下来 他们的管理层一直在为球队引员做着工作 他们成功的引进了世界杯的亚军成员 弗萨里科 而他们也一直在跟半人的中场 比萨尔传出飞文 还有不少的球员都跟国米传出了飞文 很明显国米下赛季的目标 也不仅仅是欧冠的资格了 他们肯定想要冲击一下尤文的霸主地位 毕竟国米也是曾经的一甲霸主 但是想要拿回这个位置 并不是简单的事情 一甲三强在修赛期动作都不少 相比起来那不勒斯和罗马的演员动作 则要相对的没有那么大的新闻 难道一甲三强将要开创一甲新的格局吗 从目前看来 尤文的霸主地位依旧是不可撼动的 而米兰和国米能不能借此复兴 还是要走着瞧 尤文的霸主地位依旧是不可撼动的 而米兰和国椅上渣 主要来是在共和国那种 于是从认其好 人甲三强 协庇一下 وت誦 切到老方 agen 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